銀色小客車停在稻田中央 但這不是什麼汽車廣告 也不是什麼噱頭 而是駕駛真的直接衝進去了 電影玩命關頭 主角飛車跨越大橋 現實生活中 這名銀色小客車的駕駛 也飛越了寬達兩公尺的水溝 連人帶車一路飛越 直到離路面十公尺外的稻田裡 才停了下來 宛如電影場景真是上演 看看現場稻田拗出了一個四方形的缺洞 就是當時小客車墜落的位置 從現場來看 這條巷弄窄小 幾乎不能會車 加上路段呈現急彎的七字形 駕駛轉彎過大 當場栽了下去 速度比較快 因為是要載小孩子上學 那插狀電線桿之後也是很緊張 方向盤一時間急往左轉 那車子瞬間就失控了 警方調查駕駛是女性 當時並沒有酒駕 車上的小孩子和駕駛 也都能安全走出來 而稻田的主人 也不願意追究損失 只是再看一次這樣的畫面 飛車衝進稻田中 讓民眾直呼 這是完命關頭八 在台灣開拍了嗎 記得陳廣瑞 黃建陽在台中的採訪報導